哈喽 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们的视频 可能又有很多人开始觉得我这个胡子是假的了 刚才我直播的时候很多人都以为我这个胡子是假的 那么还说 你是不是刚拍完视频忘记擦胡子了 还有还有一个网友他说 你太幸福了 你直播你老婆做菜 其实我跟你讲不是这样子 是我上了直播之后是我做的 当然今天晚上的这个菜不是很复杂 就炒一点这个苦麦菜 然后再搞一点这个鸡蛋 就这么简单 这里呢还有一锅汤 所以这个汤有点少了 调皮捣蛋的 还有就是这个小子前两天发烧 今天刚刚出院 干嘛 你煮啊 不是我煮 你煮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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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煮还是我煮 怎么那么难的 你看我用那个去游王拖 厨房地板 拖了鞋都不黏 嗯 好干净 哼 今天晚上连肉都没有 你们都不吃肉了 买五块钱猪肉都没有人吃 吃不完 都是喜欢吃青菜的 这个装过生药了 要洗一下 知道了 炒一下青菜先 他来了他来了 他给过来呀 他来了他来了 他来了他来了 你来这里干嘛 他来了他来了他来了 你叫那么大声干嘛 啊?耳朵都受不了了 他来了 大弟弟出去大弟弟出去出去 出去 快点 走 往那边爬 弟弟 弟弟 爬的楼快了 现在是 炒清菜 吃晚饭 吃完晚饭 今天晚上估计要得过去直播 感觉一下子两个小孩子都在家里面的时候就感觉 好像突然吼乱的感觉 还有就是很烦 两个鸡鸡家家的 弟弟又来了 你干嘛 炒个苦麦菜 白天一个的时候还好 对 白天一个的时候 白天一个的时候 弟弟他睡午觉很长时间的 两个回来了就特别闹 感觉 当家方吃 柴米油盐贵 这一罐花生油 都没多久 差不多又要完了 现在花生油 十几块钱一斤 下次回去 回冰箱的话 又得 买一瓶出来了 要不然都不够吃了 吃你的椰灰干 打翻了 一眼不开就打翻了 怪我了 怪我 今天晚上的晚餐 一家人的晚餐 怎么感觉像一个人的晚餐 那么简单 一家人说一个人 我们看一下 一回来沙发乱成什么样 这边又乱成什么样子 感觉像是在打仗一样 我的妈呀 这两个神兽我也是做的 吃饭了 威姐 把被子拿上去 把你的恐龙收拾好 真的是快要疯掉了 不好 不好你就跟他去玩去 天天都是恐龙 天天都是恐龙 讲的跟个恐龙似的 哎呀 你别吹这个 哎呀 他如果把恐龙做的 我都打了 爸爸收拾你 和妈妈收拾你 弟弟好不好 好不好 不要了 不要了 打 不服就出来打一架的 等一下 回房间打一架的 又出个小女孩就完了 好了 不管你们了 你们吃不吃 反正我要吃饭了 你快点吃了 我先看 你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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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放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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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加了一点 这个大菜 好了 拍饭了 你咬我是不是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